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变成蛋仔了? 这里是蛋仔排队股跑 据说要是能通关跑到终点 还会有惊喜大理 惊喜?什么惊喜啊? 谁知道呢?跑到终点他们可能就知道了 谁先跑到终点奖励就是谁的 说啊!惊奇大理我拿定了 小白妹,我劝你不要跟我抢 你能跑到终点再说吧 谁拿到就是谁的 咱们各凭实力 好啊,那我就让你看看训练了两年半的特种蛋的实力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看到没,轻轻松松过关 这就是训练了两年半的特种蛋的实力 天,一个旋转大风车动的食物 明明就是小菜蛋 还是靠我的吧 让你现实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特种蛋 让你现实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特种蛋 呜呼,果然是特种蛋诶 特别菜的一种蛋 菜,刚才只是热晒 现在我要开始认真了 这不就过来啊 给我下去吧你 哎,臭白姐 说好革命实力通过 打开实诈呢 嘿嘿,实诈也是实力的一种 滚筒穿上裤袍 这个我熟 直接连跳过去就 呃,就 哈哈,小菜蛋 如果底下是盐浆你就真熟了 可恶,我才不是小菜蛋呢 你也给我下来吧你 打不到我打不到我 哇,看我技术好 穿一顶就革屁了 接下来分块裤袍 这么简单不是有手就行吗 直接闭着眼睛都能跳过去 第二关踩云团 天呐,我手上怎么多了十个迷你币 哇塞,过一关就送迷你币 这个铺跑也太好玩了吧 我知道了 通关之后作者会给我送一个蛋仔皮肤 小白妹,给我下水 奖励是我的 天,就你这吊车位技术 肯定到不了终点 看我把这些云团全都踩碎 呃,我怎么自己掉下来啊 就你这技术还想给我争第一 没门 可恶,不就是踩云团吗 只按情形剑捡在边缘 云团就不会破碎 很安全 小白妹,你这是耍赖作弊 见你玩拖延战术 那我也卡边缘等着 那好,咱们就公平对战 谁先落水人说 我打打打 嘿嘿,是你先落的水 这关是我用了 肯定是狗月,别急 还有第三关呢 这里有三个门 只有选对了才能通关 我选中间的 哎呀,踩到了假方块 鱼的智商果然不在现 你这样一个一个找多费劲呢 我直接二段跳上墙 看到没 看到了看到了 波西表姐提醒 接下来是转折电路跑货 这个电路最难了 每次都会吸住卡在里面出不来 我愿称之为二魔关卡 是吗 好像没什么难度 我怎么直接就走出来呀 什么 这怎么可能嘛 为什么卡在里面完全动不了啊 救命啊 救命 到底平时吃那么多 要减肥就是不停 这下好了吧 一身肥肉盘在里面 想救你也救不出来了 你跟我装什么多 小伯伯你说什么呢 诽谤啊 我告诉你诽谤 事实就是如此啊 可恶 我才不胖了 可我分分钟就能出来 二千年之后 一坤年过去了 不要进出来了没 快了快了 我直接跳到了转走方块上 这不就出来了吗 轻轻松松 啊对对对 下一关是自动弹簧 找准时急速走过去 轻点轻点 吃饱了我脑瓜疼 放我一马我是主播 放我一马我是主播 总算出来了 下一关是 妈呀我的手上怎么会有炸弹 小伯伯我送你个好东西 炸弹我才不要 还你还你 你过来啊 你过来啊 这炸弹怎么粘在我手上似的 给你丢掉 我赢了 大小都发完了